俄媒,多国筹划新机制?限制美国在WTO否决权? 文观察者网。尹哲,由于美国持续阻挠WTO上诉机构,Appulate Bobby,新法官任命的甄选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正面临瘫痪的风险。 据今日俄罗斯一日报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业史金,Max Borishkin,透露,一些WTO成员国希望建立一个上诉机制,以限制美国对法官甄选的否决。 报道称,如果到9月份为止美国仍不同意进行选举,那么WTO上诉机构将只剩三名法官,2019年年底时或只剩一名。 按照规定,WTO上诉机构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三名法官。 奥列史金说,如果没有任命,明年,WTO上诉机构将停摆。 周四,5月31日,他与来自WTO多个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举行会谈,讨论建立一个机制,使WTO上诉机构在不受美国的干扰下能够正常运转。 我们会致力于形成这套机制的,一国贸易部长表示,我们讨论的,就是希望这套机制可以不用顾忌美国的立场,从而继续完成案件审理。 由于WTO上诉机构法官分选程序,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统一才可启动,因此,除非改变规则,美国的阻挠很有可能让WTO最重要的仲裁功能出现是时尚的瘫痪。 美国输了就说WTO争端解决机构是错的。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已成愈演愈烈之势,可如今WTO争端解决机构却面临停摆。 对此,美国难辞其咎。 WTO Appellate Body官网截图。 WTO上诉机构常设七位法官。 其中,韩国籍法官金选总,Hail Chalkim,欧洲籍法官范登博斯,Van Gambish,以及墨西哥籍法官埃尔纳德斯,Ricadu Limeratz,Henarnedz,的任期均在2017年结束,且后两人均为第二任期,无法连任。 该机构官网显示,2018年9月,来自摩里西斯的法官任期将至,届时专家组将仅剩三名全职法官,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 由于后组法官就任受阻,埃尔纳德斯与范登博斯得到WTO上诉机构授权,在任期届满的情况下继续在2018年处理未完成的案件。 但是,美国对上诉授权感到不满。 美方的理由是,只有上诉机构的上级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有权决定该法官是否应该继续工作,而不是上诉机构本身。 因此,该授权不具备合法性。 美方指出,只要上诉机构的成员在任期届满的情况下继续服务,就不会考虑任何一项开启甄选法官的建议。 然而,美方这种谈判立场却将造成恶性循环的局面。 因为,如果法官在任期满后立即离职,那么上诉机构更加无法按期完成堆积如山的案件,而若不离职,美国将继续阻碍新法官的任命。 第一财经5月30日报道,美方甚至在近日的波音速空刻案后,指责审理案件的法官之一范奔博斯是欧洲籍,因而认为该案调查报告不具有充分合法性。 WTO前总干事拉米的都先后指出,美国在赢了的时候就觉得WTO争端解决机构没问题,输了就说该机构运行方式是错的。 此前欧盟就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提到,早前,美国同印度关于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组建的部分措施案,DS456案,中,美方也曾允许上诉机构成员在任期结束后继续完成上诉审查工作,为什么现在却认为这么做又不合理了? 而观察者网注意到,2016年2月24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就美国诉印度太阳能电池和模板措施案发布专家组报告,裁定印度在全国太阳能计划中采取的部分措施违反世贸规则。 赤裸裸的践行,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截至今年5月,美国已经连续8个月阻挠WTO启动新法官任命的甄选程序。 就在5月28日最新一次WTO争端解决机构立会中,美国再一次拒绝开启WTO法官甄选程序。 据第一财经报道,一位日内瓦官员透露,此次墨西哥代表67个WTO成员,再次要求尽快开启WTO上诉机构成员甄选程序,以填补目前三位大法官空缺,并要求在30天内提交候选人名单。 在60天内启动甄选委员会推荐过程。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第一页 第二页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G7开成互家大会,马克龙放狠话,默克尔泼冷水,特朗普,我先走了。 印度甲方,我工作了32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 改台湾标注被澳官员为助骂,澳航CEO反映真是耿直。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明天,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 西门子CEO,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华尔街怒赞。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外媒,十年前,难以想象。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助推东斜产品走向欧洲。 印度央行行长,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 嫌弃全球化。 西梅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 今日科技。 明天,128日